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子学钢琴要多久才能学会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 有些小孩子他很有兴趣去学钢琴 然后有些小孩子他可能没有这样有兴趣 其实兴趣我觉得是可以培养的 然后过后最重要的还是老师 老师去inspire到那个学生 去弹他想要弹的东西 去一起完成这个东西 但你喜欢Kawaii还是YAMAHA 我跟你讲这一题天天都有人在问我 每一天都有人问我Kawaii还是YAMAHA 所以我一听到这种问题 我直接YoutubeSend一条link给他看 Kawaii还是YAMAHA Kawaii vsYAMAHA 这条link你可以在下面找到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 这个网友是问我讲说 你比较喜欢Kawaii还是YAMAHA 你都懂我们做这个 我们天天都接触Grantiano 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自己家里用着的是YAMAHA CS2 因为YAMAHA的声音他就比较亮 比较sweet一点 但是我弹的歌也比较喜欢contemporary classic这样子 或者是Sigeru Kawaii这些 是非常好的model 但是很可惜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我personal opinion 我不是讲说哪一个牌子好了 但是我还是跟YAMAHA比较有click一点 比较有click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会选择YAMAHA 你还会什么乐器 我会钢琴啊 Drum啊 Guitar啊 然后过后小提琴 会一点点 但是我其实我最enjoy 玩的还是打Drum 因为Drum是 anytime你打整样的乐器 你怎样打都是感觉都是不会错的 钢琴的话就弹错 你一听就只要弹错了 这样子了 OK Drum可不可以做弹钢琴的教材 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问能不能做比较多弹钢琴的技巧 是吗 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这样子了 可以 因为我们过后 我接下来我是想说 因为我们最近也忙着在直播拍抖音 so after that 我们会有更多不同的这一些 这一些 这个内容在里面 ok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关于教学的这些video in the future ok 小Piaro Tan到底去了哪里 太久没有看到他 ok 我跟你讲 他呢 现在在回去上课了 因为他也是在读着书 在现在在马六甲读着law ok so after that on and off他有时候会回来的样子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也在招募着网红 ok 招募着网红 其实不是招募网红 这个其实是一个浮化网红的一个 一个program ok which我们要launch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 啊 爱弹音乐的孩子们 ok 一定要18岁以上 最好是20岁 但是不要30岁 ok 然后过后 总之不可以老过我 年轻过我 ok so主要是要培训他们 然后过后做 啊 公司会给你们很多一些program 就是说 啊 让他们怎样去塑造自己的branding 然后做自己的marketing so 啊 我们工作的第一点呢 是会是在八神这边 我们HQ这边 然后过后 在那边打一个小个广告 ok 希望是说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加入我们成为钢琴界 中的网红的话呢 记得email这边 email这边 ok 记得帮我 点赞 like share 然后过后记得把我subscribe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我是希望我们做300集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Q&A啦 ok 谢谢大家 这么支持我们 做这个video 然后过后 我们以后会做更好的内容 来报答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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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